李宛如 女23岁 四川人 北京联合大学本科 针灸推拿专业 好漂亮啊 谢谢 不是眼睛有点看不太清是吧 对 在你的这种朦胧的感觉当中 你觉得哪个角度最漂亮 每个角度都很漂亮 不跟你聊了 自己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李宛如 今年23岁 来自美丽的天府之国四川成都 我现在是针灸推拿专业的 一名大舞学生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 多次获得校级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 也有过在多家医院实习的经历 在生活中 我喜欢唱歌 喜欢弹鼓针 也曾经登上过 中国梦想秀和中国葬歌会的舞台 今天来的非你莫属 我想求的一份 与针灸推拿相关 或者客户服务 活动执行 以及各位企业家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 我可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但我会通过努力 成为最优秀的自己 谢谢大家 来 做你的立志故事的讲述 大家好 我是患有葡萄膜炎的势力残障者 在我六岁的时候 妈妈发现我写作业时 头越来越低 眼睛离作业本的距离越来越近 开始以为是我近视了 准备放了假带我去医院配眼镜 等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了 却告诉我们 说我这不是近视 而是一种叫做葡萄膜炎的眼病 而且来得有点晚了 建议我们去一些大的医院检查 妈妈赶紧就带着我 去了成都 北京 等好多城市 几乎把所有有名的医院 都看了一遍 找了很多专家 吃了很多药 也打了很多针 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的势力下降得很快 几乎完全失明了 只有一点微弱的光感 尽管如此 我依然觉得很幸福 因为爸爸妈妈 从来没有说要放弃给我治疗 当时爸爸负责在家打工赚钱 妈妈就带着我四处求医 在我脑海中 有一个画面 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时妈妈想给我挂一个专家号 在售票大厅 整整排了两个通宵 好不容易挂上了一个号 满怀着期待地就带着我去了 等医生看了我的病例 做了检查 可能大概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吧 就给了我们一个 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的答案 连开的药都差不多 一出诊室的门 妈妈抱着我就哭了 其实每当现在 我想起这一幕的时候 我都很难过 其实我难过的并不是 我的眼睛支不了了 我是心疼我的妈妈 我有时候也会想 如果有一天我能看见了 我想看见什么 首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 是爸爸妈妈 逐渐模糊的面容 我想再仔细地看看 他们的样子 铭记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 和这些年为我奔波 而慢慢增多的皱纹 我想和他们去旅行 去看看原本属于我的美好世界 后来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读书 给我找了一所盲人学校 当时我的眼睛 因为葡萄木炎的原因 冰发了白内障 视力更加模糊了 大概在我11岁的时候吧 一天妈妈在报纸上 看见了一篇 关于白内障专家的报道 马上向学校请来 她就带着我去了 在那里 我找到了手术的希望 别的患者 可能只需要做十几分钟 甚至几分钟的手术 我做了五十多分钟 听护士阿姨说 妈妈一直守在电视前面 一直哭 哭了五十多分钟 手术后 当医生为我揭开纱布的那一瞬间 我的世界都亮了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形容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虽然我从小视力有残疾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着 有什么不公平的 因为我一直都生活在一个 很温暖的家庭 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也都很关心我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总有好心的人来帮助我 我经常想 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的不幸 才会来了 与你们幸运的相遇吧 谢谢 帮他重新恢复光明的 是曾经坐在这个位置上的 叶子龙翼上 对 叶叔叔 给你做手术的那个男人 你看见他了吗 看见 他长得怎么样 很帅 能帮你恢复光明的男人 那当然帅了 那不帅也得说的帅 对不对 本来也很帅 宛如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在于说在过去 你在生活中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 你可能忍受住别人 对你的这种不公 或者这个冷眼 或者是对你的歧视 你是怎么解决 外在的环境 给你带来的压力的 现在就是大家都还是比较 关爱残疾人这一块吧 并没有一见到你会说 你看不见 或者你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什么的 如果有一个人恶狠狠地跟你说 你看不见路撞到我了 如果他这样说 你会怎么排解 我只会觉得这个人可能素质太不高了 所以你就不会搭理他 对 挺好的 对 我刚才看一下你的简历 你上面写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是一位老爷爷愿意让你帮他治理肩周炎 对 其实很多患者可能都不愿意让实习生去帮着你去治疗 觉得你的技术不够过关 就是他不是主要去治疗这个简历炎 但是他可能曾经患过简历炎 然后可能留下了后遗症 我是主动去跟他交流 然后我跟他做了以后 他的效果还可以 然后后来他可能就愿意给我更多的一些机会 那除了针灸推拿你还会干点什么 对其他的行业我确实不是太了解 所以你今天来主要是针灸推拿 对 我们这没有针灸推拿这个工作 别的工作你干吗 就是各位企业家通过今天我的表现 如果愿意给我一个可能别的行业的港 我可能也会考 你能干什么或者对哪一种港最感兴趣 很多港因为势力的原因会限制很大 但是可能和人沟通这方面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客服 客服的工作会很好 客服 做过客服吗 其实没有 打过客服吗 打过 10086打过吗 你来模仿一下10086行不行 我试一下吧因为我错了 来嘟嘟嘟电话接通了 你得先说话不是 你好 我们这里是10086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这个月的流量怎么这么高啊 你好 我现在帮你查一下你这个月的具体流量消费情况好吗 不用查了 我还能骗你不少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想说 如果是我们这边出现了问题的话 我会就是查明白了 然后再帮你解决 赶紧吧 好的 谢谢 还可以啊 就感觉 他不烦我啊 烦也不说 他如果没有做过能到这个水平 就说明他的学习能力是强的 非常好 因为他没有做过客服能到这个水平 各位学家还有图威老师 对我就是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 我还是挺高兴的 除了我自己的专业方面 可能在别的方面 我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那么你做客服的话 需要面对电脑做一些操作 你能做操作吗 可以的 可以的 那个宛如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提示 如果是单纯的做客服来讲 我并不太建议 大家说 他本身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的内容 因为现在实际上雅健康的状态很多 我倒觉得你其实学完这么久之后 不要去跑偏自己的专业 还更应该去选择一个更专业 或者是更适合你的机构 去做你的本专业的事情 所以我倒觉得你应该在这样的产业当中 继续地发挥你本身的才华跟能力 马瑞的那个建议我觉得非常中感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舞台上没有 然后就硬要说给你弄一个什么客服 你要去薪资多少 三千 三千吧 所以宛如现在是实习是吗 对 我就想说一下我今天的想法 好 你说 就是可能我现在是在大五的一个实习的一年 然后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 大五实习的这一年是很重要的 所以可能实习的这一年 我还是想在医疗机构进行自己专业的一个深造 然后就是说这个岗我想在 比如说一年以后 如果各位企业家 在一年以后再愿意给到我这么一个岗的话 一年以后 你是说近一年以来你实习一定要去针灸推拿 还是说只要在医疗健康 一定要去针灸推拿 那你也就是说你最近一年是上不了班的 其他的专业 对 也还算正常 就是校招其实一般我们招的也是一年以后毕业 那就不说别的吧 如果有一些企业家 要为你留灯留岗位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我觉得希望不太大 但我们又想聆听一下你的歌声 那就干脆把《天生我有才》放到第一环节 嗯 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你要唱什么歌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 和《天生有才是天生有才的》 《天生有才是天生有才的》 當你老了 走不動了 路過龐大的 回憶青春 多少人曾愛你青春觀察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 加以或珍惜 只有一個人 愛愛你虔誠的靈魂 愛你藏老的臉上的皺紋 你看慣了有些歌手 在唱歌的時候 你眼睛是左看右看 顾盼身非的 他哪兒也沒看 他好像就靜靜地在唱歌一樣 來 第一輪選擇 徐霍林 看樣子還是有人堅持要給你崗位 還有兩盞燈 直接進入《彈琴不上感性》 來 說一下崗位 地點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就是客服的崗位 客服是吧 客服 客服 地點呢 北京 北京 58到家給你的崗位是李療師 前提是你需要拿到醫師的資格證 那麼月薪是一萬二 你猜 月薪是多少 你看著新的上面寫的嗎 看不清 你猜月薪是多少 你剛才說不是三千嗎 你成幾倍試試 你覺得成幾倍 最多三倍吧 再想想 四倍 四倍 四倍怎麼樣 這是太 行嗎 這是完全我沒有想到過的一個 如果做得好的理療師 一家店或者是一個首席理療師 其實一個月這個價錢並不算高 我覺得你不光是給員工帶來健康 還需要帶來健康的心態 健康的身體和心態 地點也是北京 地點在北京 來把他們兩個提庫拿出來 就是員工的前途 但是我這個錢可能不是金錢的錢 可以 你想問個人前途是嗎 對 公司裡薪水上升速度最快的崗位是哪個 他們的平均工資是多少 我們公司薪水上升最快的還是那個醫護人員 我們的醫生因為比較辛苦 他是那個一般都是臨床外科的 所以我們醫生的平均工資可能年薪都在100萬左右 斷東的提庫 如何留下人才 企業中如何降低三年以上老員工的離職 有分析過老員工的離職通常因為哪些因素 我們公司成立的時間不長到現在四個年頭 那麼我們每年都會頒發那個三年以上老員工獎 頒發兩次 其實去年的人數跟去年人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80%的人基本上都是老員工 那麼未來的挑戰在於說 我們其實是希望員工保持相對的流動性 流動性在於說 我們不希望說一個人在一個崗位上 待的時間很長 我們要求內部要求三年必須換崗 讓你嘗試不同的領域 讓你有新的發展 好 哈囉 管儒 在你選擇之前我有一段話必須要講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這兩下鞋都不建議你選 為什麼 因為我脊柱錯彎剛開始很嚴重 只是我調理得非常早 我的身體中醫調理 扎針調理已經九年的時間了 所以我有一定的發言權 其實在北京很多的非常有名的中醫 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按摩師跟中醫理療老師是兩碼事兒 所以我認為你在畢業之後 你應該用足夠的時間 再進到一個專業的機構 跟著一個好的師傅好的老師 繼續把你的技術練得更精進 因為這個職業會隨著你年紀的增長 你的經驗的豐富 變得更有價值 好不好 那個馬瑞下面的話 你幫她一忙 然後找一個專業的機構推薦一下 對 你們倆配合得不錯 你把人家這兩個男人置於何地 要是為他好 要我說嗎 你想說嗎 我想說 你想說啥呢 其實在你的專業 你的公司從來不是你的鐵飯碗 你的能力是你的鐵飯碗 那麼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我希望你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學無止境 自己生存自己的創業 或者自己未來發展 幫助更多的殘障人士 去找到更好的創業機會 都是有可能的 這個段東很少這麼堅持過 兩個人給你開闢兩種途徑 你考慮一下這兩方面的因素 來 考慮一十秒鐘 做出你最後的選擇 五八道家 擁和直發 謝謝再見 你選擇哪一個呀 謝謝再見 謝謝再見 謝謝 年紀就這麼大 精力就這麼多 眼睛剛剛恢復光明 還有很多世界要看 也沒太長的時間去做別的 還是專心專意 先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是這樣吧 簡單點不貪多 雖然一萬二 對 是吧 雖然這個工資 確實是讓我很心動 可以給媽媽媽買好多禮物啊 但是我還是想在 但是時間還是踏實一點 對 來 謝謝 聽了很多老總的意見吧 和建議 然後我是更想在我的專業上 進行臨床的實踐 提升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